我叫顧音,今年45歲 曾經也是一名稀釋毒品的人員 15歲的時候,跑進了上海時裝隊 然後成為上海最早的一批 這時我是一萬塊,一個月 但是這個時候父母一個月只有三五百 然後認識了一個裝修工程隊 就是我第一個男朋友 無意當中,才發覺他在廁所裡面吸那個白色的粉末 他說這就是菸,這個吸了以後會對睡眠有幫助 然後我就好玩地吸了一口 就很舒服,第二天然後繼續 第三天也繼續,沒有停過 這個時候應該是足歲,19歲吧 我是一直到第三年,我表姐夫家裡 我門沒關,然後我姐夫看到 然後叫我馬上要戒 我說有什麽好戒的,這個香菸不出了就好了 我說我試試給你們看了 那一天我是感覺到什麽 夏天的時候,空調是吹著的 然後三長被子蓋在我身上 但是我身體一出汗碰到皮膚 就像冰窖裡面一樣 螞蟻在啃你骨頭的那種 貓抓心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害怕了 我就跑到我男朋友家裡,我又去碰了 就一直沒有停過 我這個時候記得每天消費都在兩三千 他吸了有一兩百萬 我大概也吸了有一百多萬 還包括一套房子 然後父母已經給你全部掏工了 我是八年以後才開始真正要戒毒的 我男朋友把我最喜歡的一件衣服 我貂皮大衣給你賣了 然後我說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樣東西 你把我賣了 然後換了五個 五個毒品回來 然後吵了以後他打了我一拳 我感覺毒品太可怕了 我一定非要離開他 這後面的兩年應該來說 我大概整整戒了有三十次左右 自己戒,包括到自願戒毒所 然後回來第一天就去吸 從來沒有超過第二天 98年、99年就是自殺過三次 第一次拿個玻璃就把手腕給割了 救過來了,然後第二次 有一天晚上我就感覺 人的心好空虛,好空好空 我就聽到外面的颱風 在窗口呱呱呱呱的聲音就像狼在叫你 就像有一個鬼在跟你說 你快來吧,你快來吧 我就把那個包廂打開 吃下了那兩百多塊的安眠藥 然後迅速地寫下一封遺書給我媽 然後她把燈一打開嚇死了 醫生說沒救了 她說你唯一能救她的只有血透 幾個人把我壓住 腿跟手腕給我壓住 通通大動脈裡面穿磁進去的 就是這樣的 然後第三次是我真的想死了 然後我自己到外面住了個房子 買好毒品 買好新衣服 打扮好,頭髮吹好,化妝好以後 用一顆的海洛因搶上強烈的安眠藥水 奇怪得不得了 睡了三天醒過來了 但是這個時候我就在想一個問題 既然老天爺他不收你嘛 然後我想就好好活著吧 在2000年的時候 我是被父母送進了搶劫所 當時的時候就是一個小板凳 讓你坐在上面安靜 不許說話,不許動 任何藥物都沒有的 我都是人在打仗 然後就會內心強大地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堅持 居然就扛過來 2004年大概是上海那個 渣北區那個社工站成立了 我說我有一個建議 能不能組建一個沙龍 那我們這點 以前碰過這種毒品的人 能夠有一個地方說說話 教你怎麼走上社會 教你怎麼穿著打扮 我們在2005年成立了沙龍 我這個時候是創始人 我去給他們上課 當時很多人都說 你認為你戒掉了嗎 我說我會讓你每年都看到我 然後我們沙龍裡面 有很多促手的成員 他們都很抱怨 為什麼 找工作的確很難 如果你社會都在把他往外推的話 那誰來接待他 他唯一一個就是回到家裡 一個是身邊的親人 還有一個就是毒品 我其實就一個目的 我希望做到的是 身邊沒有一個吸毒的 他最後回的就是我浪費了自己的青春 我喜歡啦 但我會拷責任 你愛的 我會拷責任 我請你愛的